聖誕節大家可能會 還有平安夜啊 大家會有什麼禮物 交換禮物幹嘛的 那我們佛誕有沒有 哇 挖起鍋燒 挖起鍋燒 哈囉 各位挖起鍋燒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我們的 重量級來賓 師傅珍藏 大家好 那可能大家看到這個場景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一尊很像佛祖的小朋友 最近我們佛教的那個聖誕節快到了 佛教也有聖誕節 讓我們叫佛誕 那可能年輕朋友就是可能都知道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很好玩 還有交換禮物 所以大家聽到聖誕 聖誕節都很開心 聖誕前一天還有平安夜 然後聖誕老公還會去那個 那個我們屋頂那個降落 然後去放 降落現在 對 現在是九天旋旅 但以前是聖誕老人 我們佛教的聖誕節要怎麼過 是請師傅幫我們介紹一下 是 那個郭少講得很好 我們從當學生 對 所以很盼望的一個聖誕節 這是西方的聖人 是在我們東方 雖然佛教從印度過來 那這是我們也有一個聖人 佛誕節 最近幾年來 很多教界的大長老也希望把他推廣成 像耶誕節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所以也串聯了很多的活動 其實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 或是泰國 其實他們過佛誕節 會變潑水對不對 對 一整個月 所以會更比台灣 比大陸更節慶化 所以我們也應該 我們應該也放假 也有去死 也有張老 教級張老在推著 看看佛誕節能不能放假 這樣子 放假的用意是要去行善 不然只是躺在家裡 佛誕這要說起 佛陀在2500多年前 他的母親在藍炳寧苑 在那個地方 而誕生他 但據他們那時候的古歷 古時候的冠地 女生要回娘家 那個地方生產 經過藍炳寧苑的時候 就要開始臨盆了 據說相傳 在那個時候 就找到一個樹林 樹自然就會遮下來 所以現在我們到印度去朝聖 還有一個聖地 叫做南兵尼人 就是佛陀的出生地 佛陀出生的時候 據說他一生下來 他就能夠行走 而且天就布滿了雲 降雲 據說有九條龍 而木香水就是溫水 也有香氣的溫水 所以我們現在 在遇佛的動作 就會煮香湯 類似這樣的樣子 所以我們有些佛像的造型 我們稱為西達多太子 因為那時候佛陀還沒有真正的去修行 所以從他小時候 我們稱為他西達多太子 那時候他就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 在地上就湧出了蓮花 象徵著他是不同凡人這樣子 走著走著走著 然後就變成這個姿勢 所以變成說他是有意涵的 那就真的這麼講說 天上天下為我獨尊 但是字意上看起來好像是蠻臭屁的 當然這首記子有很多的意涵 師父其中要喜歡幾個意涵 第一個就是天上天下 就是你要往上往下 思考自己去抉擇 我佛陀也是這樣子 那個他就被報回皇宮裡面 那就古時候 都是找一個有名的占星象的占象士 然後就看到這個西達多太子 那就哭啊 他哭的用意 不是他降落了 太感動 是因為他覺得這個聖人下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阿斯陀仙人 他覺得自己年紀已經大了 他等不到這個聖人成聖 而哭 第二個呢 是為了眾生而哭 眾生雖然這個聖人下來 但是很多也是沒有姻緣 而度到 所以他為了這個而哭 所以他就跟 晉飯王就是希拉多太子的父親講說 這個 以後不是大國王 就是大神的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御佛節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戰記 這個 火金灌木諸如來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這樣的灌木的樣態其實就是 那時候佛誕生下來的時候 九龍塗水 而來沐浴他 所以現在很多小朋友說 我不想洗澡 阿媽就問他 你為什麼不想洗澡 因為佛陀一年才洗一次澡 所以我一年洗一次就好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笑話 當然佛像其實是不用我們洗的 對 因為佛的像還是五分法身 那是功德 那這樣子的像其實是讓我們 表示所有的恭敬跟尊敬的意識 就比如說我們看到佛像 我們就會理盡合掌 的意識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佛不用我們幫他洗澡 雖然表面上好像在 預洗這個希臘多太子 其實是 預洗這個四方所有的諸佛 所以是藉由這個希臘多太子的表法 而來理 或者是來洗淨這個四方諸佛 我們剛才講諸佛不用我們洗淨 其實是那一種恭敬洗 第二個靜至莊嚴功德 因為佛怎麼樣成佛的呢 就是因為他的福德 還有他的智慧 因為他的慈悲跟智慧 慈悲智慧其實是在講他的功德 所以這些功德都必須要靠這個 慈悲跟智慧來行 然後第三句就是 五著眾生離成垢 所以我們慕佛的身體 其實是要洗除我們自己的心構 所以是藉由這樣的下 而來洗除我們自己的心構 就像我們大家都有沐浴過的經驗 我們洗一個溫水澡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身心都會很舒暢 那所有的疲勞也可能會消除 就好比我們眾生心都會有一些煩惱跟詐念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禮佛 我們覺得會有功德 當然也學習到佛陀的慈悲跟智慧 我們希望所有眾生都沒有煩惱 同正如來靜法身 所以這個靜法身而不是這個我們這個五運神 這個會錯會的這個五運神 而是佛陀的慈悲 所以這個戰績是藉由木外在的想 而來洗滌內心的成功 就像我們上幾集有講到嘛 水路 水路不是會有避世嗎 就是洗澡的地方嘛 所以請上堂來之後也要請到避世 我們一樣喔 我們拿起杯子 然後水不能放出來 就要有慘定力量 洗出心口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煩惱捐除 其實這個樣態 有點像我們玉佛的這個樣態 就是藉由外相來洗出心口 佛教通常都喜歡藉由這些表法 表象的東西來說法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做為 年輕化一點點 所以就衍生著很多很多的公仔 所以這也是年輕化啦 那更希望就是說 我們利由自我們親近的這樣的身心 來幫助眾生 這才是真正的遇佛 跟佛學 我學佛 這樣的樣態 當然可以很快樂 所以佛教不用那樣死盆板的 但是他的快樂 這當家是從內心的親近而發出來的 所以可以很快樂了 但是這深層的意涵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不是聖誕節只是放假而已 而且今年剛好 我們佛誕有放假 因為是禮拜天 而且剛好是母親節 所以玉佛節的由來 其實是有他的生意涵 如果還有什麼樣 對佛教的節日 有什麼樣的疑問 我們就下回見 下回見